终归前面五项的资讯 你们可以去分析 你手上的石油类骨 应该是要吃柚还是要调节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你点赞订阅 记得按小铃铛哦 我们知道石油从2020年 开始从谷底翻身 一直爬到今年的三月份 从高档持续下滑 到目前为止 整个石油的价格呢 跌了35% 其实也可以算是进入了 所谓熊市的表现 那是不是应该要出逃了呢 好 我们用从几个方面来 让大家能够判断 到底这个时候应该要 怎么样来处理你手上的股票 首先呢 我们从第一个部分来谈 石油到底对我们的生活 是不是只有燃油呢 马斯克在挪威的 能源的会议当中 他说人类不使用石油的话 人类的文明将会被破坏 甚至呢会被摧毁 但为什么他这么讲呢 石油其实燃油的部分 只是其中一项产品 它还有很多的功能 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举例说 沥青 我们的化妆品 清洁用品 塑料 包括我们的合成橡胶 像我们的衣服 也非常多都是来自于 所有石油化纤的部分 所以石油不是只有 燃油的问题而已 它呢相关的产业 还非常非常多 而只是一个出台 竞售燃油汽车的部分 就能够让我们觉得 石油没有用途了吗 不是的 第二部分呢 我们来谈谈 拜登政府呢 释放了 战备除油来帮助 石油的价格往下降 从今年三月份到八月份呢 战备除油总共释放了 1.8亿桶 目前战备除油呢 降低了22% 而战备除油的 可用的天数 也只剩下24天 那我们知道 美国是一个军事强国 未来要让战备除油 回补回来的时候 会不会呢 持续拥有这样的需求呢 第三个部分 伊朗呢 可能会扩大 所谓的石油的供应 但伊朗本身来讲 它的产油 事实上能够供应多大呢 伊朗本身 一天的产油量 只有120万 同一天 而呢 它的产量 只占所有全球的产量 的1% 所以它能够带给 有多大的供应呢 第四个部分 OPEC加 所有的组织呢 会员达成一致的协议 不增产 反而减产 第五个部分呢 我们来谈 中国的经济 这个增速放缓了 会不会影响到 所谓的石油的 使用量 我们知道 中国从2018年开始 所以中美的贸易战 开始了以后 有非常多的厂商 开始渐渐地 把它的生产 移转到了 其他的国家去生产的 像印度 印度呢 在过去当中呢 石油并没有 这么大的使用量 但因为中国的转单效应 印度呢 现在的石油的用量 开始逐步地增加 也成为第四大的 石油 食用的消费国了 终归前面五项的资讯 我相信 观众们 你们可以 明智地 去分析 你手上的石油类骨 应该是要吃油 还是要调节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给大家 词文 订阅 订阅 转发给大家 感谢观看